我這次的作品不可適的訪客基隆港 其實是以基隆這個地方 以前的美軍酒吧為出發 所以發現基隆這個地方 以前的美軍酒吧 現在幾乎都已經是改建或拆掉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裡面 其實我有去找過去的 那些名片上面的地址 然後回到它原本的縣紙 去做攝影 這樣去做對比 然後我覺得比較有趣的過程是裡面 其實採集到蠻多 對我來說很有興趣的故事 就譬如說像過去的美軍酒吧裡面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酒吧的霸女是比較負面的形象 然後他會有承載的蠻多秘密或怎麼樣 所以那時候在文史協會裡面 去爬到的故事裡面 其實發現那個酒吧的老闆 他們其實會很希望去招聘到 譬如說是聾亞人士來當霸女 因為他們不會講話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把這些秘密給講述出去 最有趣的地方是這些霸女其實他們都說他們走在賽事場或哪裡都還會遇到他們 然後他們也還會跟以前的那些外國勞客人做聯絡或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之間是一個算是很平等的交流或者是那種慰藉或這樣的 然後在這件作品裡面其實我就邀請到了就是剛剛說的美軍混血兒的邱漢宗大哥 他是台灣唯一就是願意 你應該說是為自己身分停車而出然後喊喊而談 所以這次用催眠的方式也算是一個 在這個美軍混血兒研究裡面算是一個新的嘗試 用催眠的方式去进入她的内心 其实我们可以挖掘到 就是身为美军混血的身份里面 因为外表的不同 在以前社会里面会被歧视 然后会被就是欺负 甚至会有种种的一种不平 这样子长大之后的心灵 所以她在作品里面 其实她是重新望向她的未来 她会跟她自己的小孩子说 因为她自己的小孩生出来 肤色也是跟台湾人不一样 但是她会重新建设她的小孩说 你自己的身份其实是 她会重新介绍她自己的过去历史跟背景 她会跟她说你其实是最棒的 皮肤黑是很健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她是用一个很正向的态度 去关心她的下一代跟后代 所以在催眠里面她讲到了一句话 就是她在 她养父带她出去的时候 常常会被问说 这个小孩跟你肤色不一样 是不是就是是哪里来的或怎么样 她的养父都会直接去凶那个人说 你问那么多干嘛 她是我的儿子 所以她觉得自己内心里面 那个空缺的那块被接受到了 所以在这件作品里面 其实最难最珍贵的点 是去挖掘这些内心的碎片 然后把它补出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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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